10月22日 洛杉矶资深侨领中美企业峰会共同主席陶青 及夫人国际狮子会圣玛丽诺女子狮子会会长陆世英女士 在自家为罗京城举办助选造势会 前洛杉矶郡郡长安东尼·洛维奇及夫人胡慧玲 圣盖博士市议员廖青和等民选官员各界人士出席助选会 一些地产投资到很多的都市更加的深深的体会到圣玛丽诺的特点在哪里 那就像我常跟很多人讲 每个优秀的一个优质的都市或一个社区都有独特的故事 那属于我们圣玛丽诺的故事就是这个优美的这些历史建筑 有很有特色的建筑 这些漂亮的参天大树 然后这个安全的社区 然后很好的学校当然 然后再来还有一群很愿意为社区尽心尽力的人们 那这是我们圣玛丽诺的一个特点 那我为什么乱这个city council呢 那英文我常跟他说就是两个字 一个是to serve 然后一个是to preserve 那是serve去服务我们的这个社区跟人群 这群我们这个非常美丽的社区跟这群 非常非常很好的这些居民们 然后我会持续的服务 然后另外preserve就是去维护这个我们在圣玛丽诺的这些核心价值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建筑 优美的历史建筑 有特色的建筑 那这个优美的这些环境 安全的社区 然后sensor community 这些紧密的结合 大家很愿意为 为这个这个一个社区的感觉 大家很愿意为这个社区共同进行的这个紧密结合的社区 然后当然这个优良的生活品质 那这就是我竞选的这个一个助手 圣玛丽诺市的市议员大选将于11月7日举行 本次选举共有7人参加 角逐3个议员的席位 其中3号罗金城来自台湾 他的助选团员众多 并受到居民朋友们的拥护 居民普遍认为 罗金城不但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 而且长期热心公益事业 做事认真负责 为人诚恳亲切 开朗豁达 长期以来为社区服务 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 你支持他的原因呢 因为他跟白人的沟通 和我们的华裔的沟通 而且他不分两岸 就是台湾的大陆的香港的 关系都很好 所以这个比较了不起 所以我们呢 就是各个方面就鼎力支持他 而且他对我们社区的整个 设政的一个规划 也是很完全 保持这个建筑的那些 就是古老性和历史性 也是他有他的规划 然后对种族 就是各族裔的那个沟通 他也有一个很详细的规划 然后对我们华裔社会 他也是很协调 台湾的大陆的香港的 他是不分的 我们很久的关系 他是说句中国话吧 他比较厚道 所以我们绝对要支持他 这么优秀的像凯文这样的人出来 为我们大家 为社区服务 能够为我们华人发声音 我们当然是要大力的支持 而且凯文我们认识他这么多年 他真的是性格非常的 humble 非常的平易近人 而且真的是实实在在的 在这个社区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 为大家服务 而且他跟大家的交流 跟老外的交流 跟中国人的交流 就像刚刚我先生说的 各个族裔的交流 他都没有任何的界限 而且一直是一心一意的 在服务大家 所以我们觉得他出来竞选 就是圣马利诺的市长 我们非常的支持他 希望能有这样一个人 能够真真真正的 为我们来服务 把我们的社区提高的更好 他呢对我们城市 做的很多的规划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棒 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支持 罗金城提出的竞选主张 是要保护好 圣马利诺市古老建筑风格 保持社区的安全与安宁 帮助华人与社区融洽交流 和中华语言文化的传承 针对近来社区出现的安全问题 罗金城将再启动安全委员会 与警方联手加强巡逻 教育居民如何自保 加设街头录像 制作城市APP 让市民们交流资讯 守望相助 这是全美电视台记者 发自洛杉矶圣马利诺市的采访报道